硝烟霸气回归旧场镇鬼关 众人都有何反应 木铁震惊万分 云帆被吓到脸色苍白 伴随着硝烟成功集结完属于自己的复仇势力后 他便正式开启了三上云兰宗的行动 然而在回归加玛帝国的途中 硝烟碰巧遇到了正在袭击镇鬼关的云兰宗众人 云兰宗逼迫木铁交出兵符 便可保住帝国三大家族的位置 若是不然 那么整个木家将会从加玛帝国除名 而木铁作为边关将领 自然不会就此屈服 不过危急时刻 硝烟带领一众强者霸气将领正鬼关 咱们就先从震惊万分的木铁说起 在看到又一对强大势力来袭正鬼关后 云兰宗与木家军都纷纷不敢轻举妄动 但木铁从站于最前方的一名黑袍青年身上 感到了莫名的熟悉 可又难以想起自己何时与这种强者有或交集 并且黑袍青年周围每一人的实力他都看不透 这便说明对方的实力皆是远超于他 十几位斗王与更高级别的强者同时出现 这等恐怖的阵容放眼整个加玛帝国 除了云兰宗可以做到 很难找出第二大势力 所以木铁猜测这或许是附近其他帝国趁虚而入 木铁此时有些惊慌 他能感应到眼前的黑袍青年若是出手 他绝对没有一丝逃生的机会 不过硝烟即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毕竟当初硝烟能够顺利逃出加玛帝国 还要多亏了木铁的放生恩情 木铁看到对方背后那硕大黑尺后 脑中思绪一闪 他终于想起了三年前大闹云兰宗的那位少年 这三年里 硝烟的名字已经逐渐被人遗忘 很多人都认为硝烟并没有逃脱云兰宗的追杀 可如今他不仅没死 反而是带领了众多强者再次回归 云兰宗的带头长老云帆 则是被吓到了脸色苍白 要知道在硝烟刚刚降临阵鬼关时 云帆就已经表明了身份 还询问对方是否听过云山 硝烟回应到听过 还与云山有着不小的瓜葛 云帆顿时松了一口气 既然对方知道宗主云山的威名 那肯定也知道云山是一位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 可此刻的云帆才明白硝烟那句 与云山有着不小的瓜葛 是代表着两人不死不休的意思 想到这里云帆的脸色被吓得苍白起来 他也明白了当年云山为何要动用整个宗门的力量 来追杀不过十几岁的少年 这个家伙成长的潜力实在过于逆天 绝非常人能够比拟 云帆知道面对硝烟的势力 自己绝对无路可退 只能威胁硝烟若是今日杀了他 云蓝宗爵不会就此罢休 硝烟冷笑起来 他手掌中出现了一团碧绿火焰 而后屈指一弹 那团火焰便是脱手而出 准确地落在了一脸惊骇的云帆身体之上 在这恐怖的火焰之下 云帆瞬间被烧成了灰烬 在场的众人看到这一幕全都未知一阵 先前还活蹦乱跳的一名斗王强者 结果寝客间尸骨无存